我真的非常地一個選擇 那而且我發現我的民調已經節節高升 那而且也有媒體朋友跟我講 說你的民調已經贏過國民黨提名的另外一個候選人 我們彰化的選民他本身是相當有智慧的 因為他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一個 本身過去虛弱又販賣海露鷹的一個女犯 要來代表國民黨來參選所謂的虛擬地位 因為國民黨烏鴉的一個聲音 常常跟你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 所以說你也用考機會來作為排除議局的一個賭場 所以說現在目前很多的民眾對國民黨是感到非常地失望 那尤其我也回想到我們現在目前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就是韓國瑜市長 因為他本身也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堅決所謂的反對補貧 那而且在高雄市政府也設立所謂的反補貧 那為什麼國民黨還要提名 我覺得很奇怪 選舉都還沒有正式開始登記 那國民黨為什麼急著要幫我開除黨籍 那這個也是死上頭一招啦 因為創了一個先例 因為他今天已經正式幫我開除黨籍了 那我是第一點以平常心看待啦 黃金平院長他一再強調說他要參選到底 要請中華民國總統 欸 吳敦毅 你敢把黃金平院長開除黨籍嗎 你有那種膽識把黃金平院長開除黨籍嗎 那我請問你吳敦毅 你在做什麼 你心裡在想什麼 所以說我認為 國民黨 在吳敦毅當黨主席的主政之下 事實上 國民黨是越來越可憐 那所以說我認為 應該要開除吳敦毅 國民黨才有救 開除吳敦毅 國民黨才有救 是